所以講道理來講 苗博雅大於這個統神 然後比這個友種來講 統神又比許巧欣友種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苗博雅大於統神 大於許巧欣 在這邊特別要感謝 第二天晚上簽線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正義 善良 長得帥 然後又願意為大眾服務 這個善心人士 低調的善心人士 我們在這邊默默的給他一點credit 就你啊 稱讚志宜 稱讚這麼順是怎樣 周統神 張家航 那他在他的臉書 就不足自稿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學習到了黃紫嬌的影片 法定刑期一年以下 所以還起訴 但是他原則上他就是在道歉 然後說他對事情不了解 所以做出了錯誤的評論 然後他未來會把資訊弄清楚一點 然後再跟大家闡述正確的事實 那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好的民意代表 跟一個不好的民意代表 有什麼差別 不好的民意代表 在第一天跟吳針吵架的時候 進去堵內 然後挑動兩邊的情緒 把電話給對方 然後鼓勵他們吵架 隔天一拗死不認錯 沒有辦法站在價值正確的那一邊 那個人叫做許巧欣 那好的民意代表呢 尋尋善用 社會服務 法條解釋 而且還有追蹤管理的能力 如果未來發生了 你有我的電話可以打給我 這個就是阿苗 而且一再重複 一直講 一直講 同樣的東西 一直講 講了二十遍 他終於懂了 所以講道理來講 苗伯雅大於統神 然後比這個有種來講 統神又比許巧欣有種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苗伯雅大於統神 大於許巧欣 在這邊特別要感謝 第二天晚上牽線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正義 善良 長得帥 然後又願意為大眾服務 這個善心人士 這個低調的善心人士 我們在這邊默默的給他一點credit 就你啦 稱讚自己 稱讚得這麼順是怎樣 你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統神就是一個經濟型動物 然後所以呢 現在也有很多人覺得 你道真還假 你根本就是被人家那種工商切割 嚇到的 事實上 沒有錯 這邊我也要跟統神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過去如果長期關心 這些網路直播啦 不管是吵架 打雷台 這個叫嚴上等等的 他們其實都會對統神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 負面的印象就是說 你今天道歉是不是裝的 你今天道歉是不是嘴巴 就是嘴巴道歉 心裡不符 但是我還是要講 這個就已經不是 因為今天的議題是超出了吵架的範圍 過去的網紅吵架可能是兩兩吵架 我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或者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吵架 比如說我們在打這個遊戲 然後我開玩笑說你的 暱稱要改成你是我的狗 然後你不開心我們就吵架 這事實上統神以前也發生過 但這一次你在吵的東西 它已經跨越了政治 道德 法律 以及社會層面 它是從去年一直延燒到現在的事件 這個不管是你要說me too 心騷擾 甚至是性侵持有未成年印象等等 所以它不是一個可以讓你拿來吵架 獲得流量的事情 它是一個我們應該要跟社會交代的 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所以當然有一些人就講 統神道歉 然後目前有第11家的貓咪大戰爭切割 他說今天不會有任何合作 昨天李政浩在這邊說 你沒吃到 不是 他就準備了 因為有業配廠商切這個切割 他就弄了一個起家雞在這裡吃 那這貓咪大戰爭 我們不能拿貓咪來這邊 所以就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這邊稍微幫你介紹一下 你有切割很棒 然後因為你沒有吃到起家雞 你還很生氣的po 不是 那是晚上的事 待會再講 晚上李政浩這裡買一盒 然後去到那邊又買一盒 晚上新台派的時候 然後他說傳下去 他買了一盒傳下去 然後第一個王毅川拿起來吃一吃 之後才把它收起來 怎麼這樣 那我在後面那個口水流到 一直在等傳過來 都沒有傳過來 真的 王毅川譴責 我要譴責王毅川到2028 這個是謝知巧 他說沒有辦法是神吧 我在此宣布我正式成為苗信戀 這個什麼信戀這個事情 大概是從同婚那個時候開始 談到有同性戀 然後後來有什麼 有自信戀 就喜歡有智慧的人 現在苗伯雅在一場大戰之下 大家已經 他已經可以成為一種性別名詞 獨立的存在 上次有這種待遇的 大概應該是耶穌跟媽祖這一類的 天啊 那當然呢 張家長後來有PO了他的道歉文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但是也有人在懷疑說 統城的道歉會不會是演的 那網友就說這個已經是他的老套路了 事實上是昨天他跟苗伯雅 這個直播完了之後 他回去還持續直播了大概 昨天結束幾點 11點多 他大概還弄到3點左右 所以他還PO了3 4個小時 你要知道那是他的工作 他也只剩這個工作 所以他必須要持續的 那線上一直都有一個 大概5千人到1萬人 那最高的時候 跟苗伯雅直播的時候1萬8 然後一路講到半夜3點的時候 都還有5千人6千人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出現微妙的變化 就是說本來抖內進去的是跟他講說 你繼續罵民進黨 你繼續怎麼樣 吳征吵書你 誰才 苗伯雅不可信 然後大概到跟苗伯雅講完之後 他抖內進去的都是在罵他的 給你最後的什麼錢 拿去養好你的小孩 然後讓你付得出房貸 然後也是又抖進去罵的 網路世界就是這樣子很好玩 然後那一群你以為本來是同粉的 在支持他的 就是希望他支持他 就跟吳征吵架 支持他跟苗伯雅吵架 結果那一群人其實同時也變成另外一群 你說了 你縮了 你輸了 所以這個東西在網路上我們就叫做樂子人 樂子人 找樂子的人 他就會 他就會跑去余北辰將軍那邊說 怎麼選不上立委 怎麼不往上爬 然後余北辰將軍就很生氣 李昆成笑你選不上 然後再跑去李昆成那邊講說 你怎麼加入民進黨 你是不是搞台獨 你是不是違憲 余北辰說你是這個叛國賊 然後他們 再加500我就告訴你 對對對 他講你也厲害耶 這個是網紅的處理方法 所以兩邊會吵起來嘛 他對樂子人來講他既不是余北辰的粉絲 也不是李昆成的支持者 他就只是想要看你們吵架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網友們是抱著吃瓜的群眾的心情 吃爆米辰 對 許巧欣就是這裡面我覺得最 我認為最 坦白講我覺得最道德低落的人 他因為統神有講過他是國民黨 所以如果他願意的話 許巧欣跟統神在第一時間講說 我覺得你不對 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吵 這個東西如果他覺得是價值觀的對 那讓國民黨跟民進黨去對就好 政治上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居然把一個老百姓 也就是統神 推到第一線去讓他去吵 然後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昨天直播跟苗伯雅 這個通上話之前 統神不但有哭 然後有上新聞 然後跟媽媽也有吵架 叫他媽滾 到底是不是做效果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其實我在觀察 他有一點點不知道怎麼辦 他慌了 你要說他是因為工商有很高的機率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他也找不到 他在遇到苗伯雅之前 還找不到出口 不知道怎麼下台階 你一方面你不能自己 莫名其妙改人設 這樣罵到一半突然覺得 過去的我錯了 阿苗真的是幫了他一把 對 反而是阿苗 所以很多人在講 法喜充滿 普渡眾生 昨天的這些形容詞 不是只針對阿苗 也是針對他的對象統神 特別抱怨